总统蔡英文在周末上午和行政院长陈建仁 监察院院长陈菊一同参访法务部矫正署 新店戒指所 法务部长蔡清祥也随行 不过最近外衣间争议不断 修法进度外界很关注 2014年台北夜店杀警案嫌犯易保洪 被判九年徒刑重罪 服刑两年后却转掉外衣间 引发民怨沸腾 因为他在反家探视期间 违反规定 所以依法我们的监索 他们就把他移回一般的监狱 同时会收回他原来拥有的优惠 缩刑的一个刑期 不止易保洪案子引发讨论 外衣间也被批评 关一天可以抵两天 还有被点名是不是有特权争议 因为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婿 以及倾家赵玉柱 违反证交法被判刑 不过最后也是申请到外衣间服刑 给他一个可以自我管理的机会 我们是为了他复归而准备 所以大家请不要误会 外衣间是一个爽间 面对外衣间的讨论 蔡清祥证实已经有会诊 各个版本的提案 若朝野立委尽快讨论出共识 就可以赶快完成修法程序 会以行政院所送的版本 为蓝本 然后再参拓我们立法院委员们 或是党团们 他们所提出的草案建议 谁能符合外衣间资格 怎么运作都是朝野讨论重点 另外去年台南发生杀警案 嫌犯就是外衣间 预期未归的逃犯 接下来怎么加强管理 也是修法的重点之一 近新闻吳云谦 今天许佳瑞强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近善近美 近好新闻